維封近兩天的佐敦限制區在凌晨全面解封 警方在凌晨3點半拉開限制區的閘 並且收起路障和鐵欄 全面解封受限區域 順海街的相關路段重新開放通車 居民亦都可以自由進出 當局恐防有流亡之餘 在清晨近6點派出過8個紀律部隊人員 他們穿上保護衣去到上海街、寧波街 和炮台街一帶的大廈出入口 截查出去的人 查核居民手機裡面的新型肺炎檢測短訊 確定他們有沒有接受檢測 以及檢測結果是陰性 另外食環署凌晨派出多個工人穿上保護衣 清洗之前被封閉的街道 食環署也都安排區裡面的商品 包括在油麻地街市 新田地街熟食小販市場 和廟街小販排檔區進行清潔消毒 洗街車亦都在清晨泥道 工作人員在街道臨上消毒水洗地 又在排檔噴消毒液 發生了很多東西 我們要照顧 那支清潔性 要來熟 靠 有